3月25日,国族历史射手王杨旭开启了自己的直播首秀,他主要谈到的是今天凌晨国族1比1沙特的比赛,期间杨旭胜赞戴伟训,还历听此前被抨击的无锡,谈到于大宝的散布问题,杨旭也给出了自己的观点。 刚刚开启直播,杨旭称,这是我的直播首秀,我给大家准备了不少的礼物,有深花全队的签名足球,这是正版的,而不是什么渠道来的,还有上海深花的签名球1,国族的签名球1,两件国族的签名球1,目前还在敌拜。 回来之后我就送出去,谈到国族球员戴伟训,杨旭表示,戴伟训能力挺强的,比赛中的几个动作都可以看出来,很有能力。 这场比赛,他的一个拖拉球,把所有人都缓过了,很惊艳,谈及比赛。 杨旭称,中国队一直都在抱着头挨打,但没有丢第二个球,就是最重要的。 都说无惜躲球,但他关键时刻从不脚软,包括薅俊敏,张林鹏等人在这场对阵沙特的比赛中全力以赴,大家都不希望类似的事情发酵。 如果没看比赛的觉得,1比1还很好,但看了比赛的会说,这场比赛庆幸打了1比1平。 朱晨杰法检球让我很意外,他是国族历史上第一个进球的0名后,这是李肖鹏的大胆选择。 很意外,一般都让经验丰富的球员来主罚,这个时候需要顶住压力,都捏一把汗,再后我也祝福他了。 很多球迷问及于大宝的散布问题。 杨旭对此表示,很多人都觉得该往前跑,但我作为和他是多年队友,我也特别了解他的方式。 他不是一个以速度渐长的球员,更多的是门前的嗅觉和穿针引线的球员。 我觉得他当时想要接应戴伟逊的后场,然后让戴伟逊前叉,打对手的身后。 于大宝在接球之后有一个转投,这个球如果配合更加默契,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进攻。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战术版,如果戴伟逊回传,插对手的身后,那么是更好的选择。 还有回传右转,也有机会,扬续直言,一场比赛没有几次反击的机会。 戴伟逊的处理球如果更好,机会没准会更好。 于大宝这个球员给中国队带来了太多太多的幸福了,不能因为一次的失误,犯规就抹杀此前的功劳。 这次于大宝也有自己的问题,也不用上纲上线,他不是懒了,要是这样的话,就直接和教练说自己不提了,所以不用上纲上线,球员们只要上场,就会拼尽全力去踢,穿上国家队的队服,就会全力以赴。 很显然,针对自己的老搭档于大宝,杨旭还是力挺的状态,称他的选择没有错,也不是速度快的球员,只是想要后场接应戴伟逊。 如果戴伟逊选择回传给于大宝,然后自己前叉的话,机会可能会更大。